最後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部分的話,就是希望 這個結果,當然你可以再試試看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 把它用層層的話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改成 3的文字,一定要轉型 轉型之後的話,層層,層層就是 3的5次方 假設 這邊3的文字,過來之後變成 3的整數 乘乘 5的話,意思是說3的5次方 那3的5次方,結果多少呢? 我們就把結果給print出來 得到了結果呢 那就會得到什麼 這個 243 OK,應該沒錯啦 或者你是什麼 2的8次方好了 比如說2的8次方 OK,2的8次方應該多少 2的8次方應該是 256吧,OK 對,沒錯 OK 那 2的16次方呢 應該是 6536,沒錯 OK 那 所以層層部分 可以 這點形 其他還有像什麼 還有 這個 百分比 就是 求漁數 OK 其實如果2除以16 應該沒辦法整除啦 所以 應該就 餘數就2啦 如果顛倒過來 你可以把這邊顛倒 16 16除以2 這個的結果應該是多少 結果冒號 能不能整除 應該會整除吧 所以有沒有餘數 沒有餘數嘛 所以餘數為多少 有餘數 有餘數 那如果為3呢 16除以3 於多少 於1嘛 對不對 因為15 15就整除嘛 10在於1嘛 所以喔 結果執行一下 有沒有 結果冒號1 於1的1 有沒有 這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呢 把它改成什麼 除 除的話應該是 16除以3 應該會有小數點啦 有沒有 小數點是這樣 5.333 如果你假設是用除除的話 是多少 沒有小數點 所以應該除完之後變成只有5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剛剛特別有提到有關什麼呢 這邊 雲端白板的第2個單元 的第幾 往下捲動 找到這裡 運算值 所以 也許有時間的話 你們就練習一下這個算數運算值這個部分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都會用到 當然加減乘除沒問題啦 比較會有問題就是這個 求餘數 除除 跟層層 這三個可能比較會有問題一點 另外的話呢 往上捲動 這邊有拖曳資源 那這個拖曳資源比較常用的包含就是什麼 換行 換行 那跟各位講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有一個需求 你想說 老師我今天希望 我把那個結果 冒號怎麼樣 這個後面我希望 5這個結果放到下一行 不要放在 在同一行 那我應該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在冒號後面換行 如果你要在冒號後面換行的話很簡單 其實在冒號後面加什麼 反斜線N 特別注意喔 這個還蠻常用到 這個叫 拖曳資源 也就是說這個資源比較特殊啦 用 反斜線N 代表 換行 的字源 因為這個 Enter你說 你要表示的話 你要用什麼字源來表示 所以他用反斜線N 來表示 你按下Enter的這個動作 所以執行的話 本來應該是 結果 冒號 5 如果我把它加上這個 就是反斜線N的話 他就會多一個換行 所以做出來結果就變這樣 結果 反斜線N 反斜線N就在這裡加一個換行 他就跑到什麼 跑到下一行 OK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 玩這個 其他當然還有 這個 其他的拖曳資源 其他拖曳資源可能比較常用的 還有什麼呢 像這個 斜線 雙以號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需要斜線雙以號 什麼時候會用到啊 比如說 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我希望 在那個結果 結果 前後 加上雙以號 的話 要再怎麼說 你想說老師很簡單啊 在結果的前面加一個雙以號 有沒有 這樣加一個雙以號 然後 結果 結果後面加一個雙以號 這樣子 你想說老師我這樣子就可以輸出 反正就是 這個雙以號跟這個雙以號 一起輸出嘛 可是你會發現喔 你一執行 他會出現什麼 Sitexl 語法錯誤 他說他沒辦法知道這個 這個語法 你想說老師沒有問題啊 這個語法 沒錯啊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我們 希望輸出的是雙以號 但問題 這個雙以號呢 已經被那個 Python的程式給用到了 有沒有 程式裡面的雙以號 拿來做什麼 拿來辨識 它就是一個文字 那你又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如果說你會用到 那個雙以號的話 請你在他的前面加一個 反斜線 用這個反斜線 當成是拖曳自圓的 前導自圓 我如果這個 前面有反斜線的話 表示後面這個是我要輸出的字喔 OK 所以這邊一樣 反斜線 反斜線雙以號 如果你假如 增加一個反斜線雙 他就知道 這個不是自圓 這個是 那個什麼 前導 就是我要輸出一個雙以號 輸出雙以號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結果 有沒有 結果前面呢 就會有雙以號的這個效果出現 OK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主要 針對的是那個 加一個換行 跟加上什麼 加一個 這個反斜線 這個雙以號 那主要是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 第四頁 主要針對運算值 算數運算值 跟 這個 脫移資源做練習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观看